缺电风暴在延烧 25号台南有快5000户停电 全台从能到北轮流停电跳电 在大家怀疑搞费核会缺电的时刻 王美华和蔡英文视察风力发电时 得意的这么说 这几年总统我们真是吃尽了苦头 跟别的国家比台湾是走得最快 但是至今绿能发电最多8到9% 网友狂轰是绿能还是跳电走在前面 敢说谁吃苦头 那百姓备掌电价还停电 该找谁算账 台电总经理王耀廷也说如果绿能不够 明年火力发电会超过八成 如果执政者继续反核 未来是再涨电价 还是靠全民用废发电 无关一个核三厂 它的总共的量 比我们全台去年的太阳能都还多 我们以后电价是一定会涨的 这已经是无可置疑 核能一度电才一块多 LNG呢四五块 用火力用再生能源六七块 为了你的健康 为了你的荷包 你纵使不喜欢核能 你还是要用核能 放眼全球美欧日韩都是核电为绿能 都在增加核电 民进党却说要减碳坚持反核 但是核电要是再不演绎 恐怕出现电力的大缺口 核电不演绎的话 它一定会有缺口 核三的一号机就占台湾的三%左右 两部机加起来就六%左右 不要以为说六%也很好补 真的是违反世界潮流 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像台湾这种样子 华电特别条例通过的话 一定会有空窗器 平天风波 连环报 新政府要不要继续死守 非核神主牌 必须得慎重思考 热阳洁请真 台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